各位呢越来越会做一些比较复杂的 有简单的慢慢进到复杂的 好来各位你看一下 现在呢 各位的资料讲已经有三张了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先到这边 我们回到我们的云端硬碟 我的云端硬碟给定一下 好 那因为呢 我们接下来是要把整个 等一下我们要把整个0902的那一个资料 统统抓上来 所以那就不是一两张的问题 是整个资料夹都上来 等一下这个会做了以后 以后上课 我给各位的资料夹 你们就整个怎么样 就抓到云端硬碟去放 听懂 所以从下次开始 从下次开始 我只要给各位任何的资料 我就不会再叫各位存到随伸碟了 通通请各位怎么样 直接丢到云端硬碟哦 这样懂了哦 嘿好 来那我们先来练习一下哦 先回到我的云端硬碟 先到我的云端硬碟点一下 好 接下来 我按一下新增 新增哦 这样子 这一次啊 这一次啊 是这一个哦 叫什么 这一次就是整个资料夹上来的哦 资料夹上传 改定了 好 这时候啊 你看到它呢 是变个小画面 哦 那你不用紧张 你是放在随伸碟的 你就去把电脑呢 点一下 从里面啊 再去找到你的随伸碟点下去 听懂了哦 嘿 从里面找到随伸碟 因为我今天没有带随伸碟了 所以我就没办法示范给你看 你像你跟同学 跟伙伴互相研究一下 那因为呢 我是放在桌面 所以呢 我就马上看到了 有没有 总之呢 你呢 一定要进到你的随伸碟 从这里面 点到电脑 再点到你的随伸碟进去 哦 一步一步的找到你的 0902 一定要把手筋筋筋看到 0902资料 这个资料夹要给它定一下 听懂了哦 你要在这里面 进到你的随伸碟 进去之后 看到这个资料夹 要点它哦 点它一下以后 才可以按确定 听懂了哦 OK 没问题 我就按确定了 点一下 哦 各位 看到没有 上来了 你加 啊 因为呢 里面的资料还蛮多的 所以呢 它正在跑 怎么知道 正在跑 有没有看到 右下角 右下角 就会出现小画面 它会跟你讲 现在的进度到哪里了 好 来 那么我们先告诉 我们把 荧幕还给各位 请你呢 等一下呢 先回到我的云端硬碟 把我的云端硬碟点一下 然后再点新增 然后再点资料夹上传 会了 来 做做看 不太会的 你就先点点看 课别 怎么做 哦 你做了啊 你如果要做 你就开始做 哦 然后请隔壁的 在旁边协助你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